崔云拿手肘撞不撞战雪园,朝他眨眼道 哎呀,蠢蕊对你真好,这么快又加送了几道热菜,我们哪里吃得完呢 那花衣太监进门时口称娘娘,在座的几个人都听得到 经崔云这么一讲,便想到是战柜人又给他们加了菜 一个个看向战雪园的眼神,顿时又热情了几分 这人刚才还有些纳闷的战雪园,不禁又得意起来 他调眼瞥了虞书一眼,不炫耀,抿着嘴唇,笑着朝那太监客气道 完了,这位公公跑一趟,还请你带小女谢过娘娘挂忌 那花叶的太监却扫他一眼,没梨没彩的,就从那小太监的手里的石格中 取出最后一层里的银溪酒壶,紧捏了一口梅花形状的精致小酒杯 摆放在了一个人的手边,翻腰和善道 啊,这是贵妃娘娘赏下的百岁酒,清心润肺 余姑娘,少饮几杯,今晚早早休息,没误了明日的正事 贵妃娘娘 闻言,几个人作惊 战雪园僵持了一脸的笑容,瞪着摆在余叔手边的酒窟 栽纯也明白过来是他自作多情,飞快的仗红了脸 尴尬的只想把头埋进胸里 而余叔已愣,眼波流转间便知了原尾 当即心中冒起了一阵阵的酸甜 这世上怕是寻不出第二个对他如此挂心的体贴人 宫中似妃,能称宽一声贵妃娘娘的 除了薛贵妃还有谁 他同薛贵妃扒杆子打不着关系 不是薛瑞在中间打点,他哪来的这么大的脸盘 公谢贵妃娘娘恩赏 余叔挪开了椅子站起身,朝着那花衣的太监拱了拱手 我送你出去 美馆桌上变成哑巴的几个人 余叔将人送到了门外,走进院子里趁机问道 不知公公大名 不该,余姑娘唤一声,秋公公几好 姑娘,不劳送,请回吧 咱家已经交代过厨房 明日起会按时来给姑娘送饭菜 您就不必与人挤桌子了 余叔又是道谢,手摸进袖口 夹出了之前已被不时之需的白两银跳塞地了过去 日后又劳公公照顾 秋公公眼中一笑,却没有拒绝,收了那薄薄的一张银跳 那小太监眼尖地瞧见了 这会儿没有说,等到了院门口,看余叔回去,才小声不解地问 师傅,您不是说咱们做内观的,最忌讳就是小鸡卧门砍两头刀吗 大公子不是已经打赏过了吗,您怎么还敢收他的 秋公公显眼看了他一眼,就将手里还没有雾热的银跳,转手塞给了小徒弟 轰声道,哼,你这女性不开窍的,我若不收,就是兰里这人 我拿了他的,便是觉得他可笑 拿着,回头送出去给你的老男儿看病 别说师傅不关照你 小太监听得半懂,只是默默记下,捏着银跳,瞅了瞅上头的树木 咧嘴一笑,宝贝似地塞进了怀里,心想着 嗯,师傅说什么都好 余叔再回到饭厅,战雪园和崔云两个人已不见了踪影 是想因为方才的事尴尬扫脸,所以跑回了房 桌上的菜倒是没动 余叔看着坐在桌上乖乖等他会来的三个少年人 大方的挥手道 啊,不必客气,吃饭 除了面无表情的文绍安 其余两个人各是松了一口气 一整天才朝着余叔露出了一个友善的笑容 余叔因为某人的体贴胃口大开 吃了两个馒头才跑 其间不免有人旁侧敲击地打听他同薛贵妃的关系 余叔一律地装傻应付 到了最后吃不下去 才拎着那壶胃口清甜的百岁酒回了房 打水洗脸后 余叔解下了外衣 软软地躺在船榻上 手持着小酒杯 一口一口地望着窗外的月牙 笑眯着眼睛 前几日因为那突然冒出来的石公主 而闷骚的心情 被这一顿晚餐就抚慰了 庸人自扰之 横管薛瑞以前心里头装着什么人 从今往后 他卯着劲地让他心里只有他一个就是了 与此同时 华真远北亭 离湖边上的一幢小楼上 邱公公亲手亲脚地走到了宗室 拨开了层层半玉珠帘 低着头拱着身 拱拱静静静地半跪在一片地毯上 吹声道 回离娘娘 奴才刚将吃食送去了 那壶酒也送到了 牙杖内一道侧卧的人影 浮光映在殷黄丝的脸上 雅隽的嗓音如同棉露令人心色 见着人啦 啊 见到了 那人生得是干净秀气 要貌并不惊人 可是言谈倒顾着分寸 不似小家居你之人 你这惊鬼的心窍 本宫问你这些了吗 啊 是奴才多嘴 那账后一声浅笑 叙叙道 罢了 本宫不过好奇 城地好团团地找你关照一个女孩子 又不刻意瞒着我 想来是她动了些儿女心思 才故意叫我知晓 张兄早年去世 城壁懂事 比那一干浮夸的高粱 不知道争气了多少 皇上肯重用她 我这为人姑母的脸上有光 可怜啊 见她自小离了母亲 我又只得了小九一个皇儿 膝下寡淡 乃当城壁是儿子一般疼爱 自然要多为她操一分心了 修公公忙道 哦 大公子少年英才 文武双全 安临城哪家的公子哥比得上 也只有残的王爷了 哈哈 你少哄我开心吧 小九虽然是聪明 却比不如城地变通 到底是她在山中待了那么些年 薛贵妃明语此处 不知亲自到了哪班 轻叹了一声 引洞辉手道 啊 你下去吧 打听那姑娘的事 回头再来说 是 楼才告退 修公公汉手腐败 倒退出去 虞书换到了东边的房间 一大早就被探经室内的阳光照醒了 他到了新环境 没什么不习惯 兴许是昨晚喝了些酒 这一夜睡得很踏实 神清气爽的起了床 这屋里有他昨晚睡前 让势必打好的清水 直接拿来洗漱 不指望早起有人伺候 一来这不是旺鸡楼 二来后院还住着两个娇小姐 就那么两个下人 肯定不够使唤 果然等于书换好衣服 在院子里溜达了一圈 就见到那两个下人 在湛雪园和崔云的房里 忙进忙出的 到了吃早饭的时候 昨晚那个小太监 又拎着食盒来了 可是送的早点花样不少 分量却不如昨晚的多 足够于书一个人吃的 明显的是没有算上 昨晚的那几个人 这也是 薛贵妃手底下的人 照顾于书那是薛瑞的情面 完全没有必要 连带上那几个小姐公子 不过于书很怀疑 这里头也有那位邱公公 昨天晚上看到 湛雪园他们不识相的缘故 只准备了他一个人的早餐 于书就干脆在房子里吃 他可没有湛雪园那幼稚的 在人前卖弄几口饭 更不怕别人暗地里说他开小灶什么的 于书悠哉悠哉的吃罢早饭 到门口叫了一个得闲的势必进来 让他把碗筷拿去清洗 等中午来人送饭再带走 顺便问了一句 其他的人都吃过早饭了吗 达夫却有些出乎于书意料 那边几个人都还饿着肚子 于书叠起了帕子擦了擦嘴 瞅了瞅外边见高的日头 暗自摇头 但贵人到底是不如薛贵妃娘娘给力啊 陈时二客 礼部的王大人带着两人 抬着一口硕大的箱子来找他们 将六个人集合在空荡荡的前院 于书看着他 让人将箱子打开 里边装了几件造型不一的铜具 看上去就知道沉重 今日先教几位小先生 石器与曲器 早前发下的礼制 想必你们都熟记了 这六器乃是圣祖爷在时时传下的 从 王大人讲的一大串 主要是说明了 他们这六个人 在圣祖祭典大典上的任务 就是秉持六器 经随着圣驾 祭拜先祖 这六件铜器分别是 书 箭 齿 顶 如意 以及八卦 分别代表着 安武帝平定九州 治理天下的文公武德 他们六个人 一人娶了仪器正好 不过理智上有说 女不义利器 男不义文弱 所以王大人分配下来 文绍安他们三个少年人 就娶了 箭 顶 彭齿 剩下书如意及八卦 看着剩下的三件铜器 不等王大人安排 战雪荣就鲜声夺人 我拿如意 云云 取八卦盒 算子就拿那卷铜书如何 崔云 连忙点头 嗯 就这样吧 六起当中 若以寓意论高下 自然是以鼎为尊 再来就数那把如意了 八卦盘 想当然是艺师们的象征 他们两个道不谦让 直接挑好了吧 王大人 王大人 牛脸看了看 虞书 见他没什么反对的意思 才点点头 一边让身后的左官记录在侧 一边告诉他们 这六件都是假器 就是为了让你们练习使坏 等到了五月初九 才会要你们捧针法器 战雪原和崔云高高兴兴的上前捧了铜器 虞书则是一脸无所谓的捡了那铜书 颠了颠重任 与他想象的差不多 再去看另外两个女子手中的如意和八卦 嘴角顿时一揍 接下来 王大人也不叫他们做别的事情 交过他们基本的捧器手势之后 就在一旁立起相如 搬了一张椅子坐在旁边 喂他们手时 要他们一次排开 站上一炷香的时间 几个年轻人不以为意 面露轻松姿态 一开始都拿好了把式 站的是一个比一个标准 可是不等王大人喝第二杯茶 就有人摇晃起来 王大人看在眼中 按皱起眉头 却不知道这六个人里 有五个人今早都喂尽水米 文绍安他们三个少年还好 昨夜留下来蹭了余叔一顿山蒸野味 早上空腹倒还能忍 却苦了昨晚上怄气没有吃饭的湛雪原 还有安慰了他一个晚上的崔云 两个女孩昨儿赶了一天的路 没有能吃上饱饭 又因为对余叔的怨气 聊了半宿的闲话 又乏又饿 再捧上一块铜疙瘩 能占了多大会儿呢 何况比起余叔手里的这卷薄薄的铜书 那件如意和八卦盘可是要重得多 余叔好整以侠的侧目 看着站在他左侧的湛雪原 一脸的菜色额头冒汗 幸灾乐祸的想 哼 看似吃亏的人 可不一定会让别人显得便宜 不过多大会儿 湛雪原就率先扛不住了 向前一个猎切半蹲了下来 手里的铜器咚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雪原 崔云也借机放下了酸铜的手臂 上前去扶他 呸 王大人重重的咳嗽了一声 有些不悦的站起身 严肃道 这才站了多久 你们今早是没有吃饭吗 不得不说 王大人是真像了 哦 湛雪原自觉丢脸 刚想说他们确实是没有吃饭 可余光看到余叔的身影 又把话咽了回去 是想 若叫余叔听去了 岂不证实今早 没有人来给他送饭 他想想昨天晚上 饭桌上的尴尬场面 咬了咬嘴唇 又是委屈 又是愤怒 被争了一口气 他揉了揉手臂 推开了崔云参幅 捧着那柄如意 又站了起来 余叔的眉毛一挑 心说 嗯 还有点哭泣呢 就这么死撑了一炷香的时间 除了余叔和文绍安 闻风不动的坚持下来 就连那两个男孩都扛不住 放下了两次器具 更别说是湛雪原和崔云了 几乎是站一会儿就要歇一会儿 王大人的脸色并不好看 事关祭祖大典 岂容得他马虎 放在平时他面对这些小姐少爷们 少不了几分虚套的客气 可这会儿却不必顾忌 他先是朝余叔和文绍安两个人点了点头 而后就对他其他四个人冷言冷语起来 然而还没有等他教训完 又羞又累的湛雪原便一脸冷汗的捂着肚子 弯下了身子去 哎呀 看着这情形 王大人便打住嘴 赶紧让人将他扶回屋里 孙俊和另外一个少年趁机跟了过去 免得留下来再遭数落 王大人扭着脸 看了看剩在原地的虞书和文绍安两个人 眉头打结 半赏才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不清不楚的说老句 唉 太史书院 太史书院 王大人的感叹 虞书作为一个曾经憧憬过太史书院的人 其实可以理解 号称天下第一的义学府邸 入院所屏障的首要条件居然是家事 没错 就是家事 从表面上看 三年一远生的太史书院 是根据大研室的榜单来择游录取的 可实际上呢 没有家事的背景 缺少民事的指点 全靠自己一条道摸索出来的译者 又能在大研室上有所成绩的人 都已经年纪不小了 而太史书院收人的另一个规则 只取年轻人才 又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 一学世家 从来不缺子弟 上面有一班子 大师的指点 不是人才的 也能教导成人才 在大研室上 考一科 放一榜 并不困难 但是京城就有十二幅世家 更别说是京外的 太史书院三年 就只收了那么十几二十几个人 银额几乎都被世家子弟占去 像于书这种冲数重围的黑马 能有几席 百年间又有多少天才 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太史书院的年轻人很多 但是局限在世家豪门 这一个小圈子 就连上面负责教学的十八位院士 都无一不是有着世家的背景 当然 景城是个特例 他的背景要比普通世家更强硬 那可是皇帝本人 汗色不断有新鲜血液的涌入 看不到的却是严重的排外性 在这种风气之下 只能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局面 曾如今日所见 才会有王大人那一声感叹 虞书不知道太史书院那一条 不分长幼 只论等级的规矩 是由哪一位仙人提出来的 但料想那位仙辈 一定不想看到 金石这样丰富的太史书院 可惜的是 虞书几乎可以预见 在不远的将来 这一条让他新闪的规矩 大概是会形同虚设罢了 所谓圣极必衰 就是这个道理 虞书看着一脸感慨和无奈的王大人 恍然有些意识到 他所来到的这个世代 见证的不只是一学的新盛 恐怕还有衰落 余算子 余算子 王大人几声才把余书叫回了魂 看到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误以为他也体力不支 点皱着眉头脑 你身上也有哪不舒服吗 啊 没有 我好得很 占了一个上午都不是问题 听到他这么自信的回应 王大人暗虚了一口气 心说 本来顶事的就是两个 再有一个不着调的 他非哭了不行 我们身上的 他就有点 他是小强的 你 他就想 是